好的,大家好 然后有一些粉丝给董哥留言啊 私信董哥 说这个系统怎么清理 让电脑更快一些呢 来,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制作了一个视频 好的 我们打开一个 这是董哥编写了一段 这个程序 其实这个简单啊 这个回头可以董哥给发到这个留言区 可以大家直接复制 很简单的一个制作一个过程 然后点这个全选 复制完了以后 我们再建一个 建一个这个批处理文件 也是个一定要用纯文本文件啊 纯文文件之后 然后我们这有一个另存为 另存为呢 我们选择一下 这个底下这个格式 一定选择 所有格式 然后呢 后边 后边这个 这个 一定是在拼音状态下 点压的 它不是原来是 txt的吗 我们改变 我们改变 它这个 尾 尾号 为 pat pat 是个 p处理文件啊 然后呢 我们一点呢 它 电脑系统 它就生成了 这个 p处理文件 你看 点开后 它会自动清理我们系统的 一些 垃圾文件 只要是没用呢 它会自动 会清除 因为 董哥这会儿 他这个 说是拒绝访问 是因为 Win10系统啊 它可能又占一些资源 我底下开的窗口 可能有 有几个窗口 看很快就清理完了 把我们的系统垃圾 都清理完了 包括一些 广告啊 什么 烂七八糟的 也可以给它清理的 好的 喜欢董哥视频的 然后点关注 转发一下 需要用盘 或者学习数据恢复的 也可以私信董哥啊 嗯 今天视频到这儿 其实这个工具啊 很简单 我们大家回去可以练习一下 待会儿呢 董哥就把这个 呃 这个 我文档呢 发到这个 留言区 可以大家去看一下 可以试一下啊 挺好用的 这个可以试用 多版本的系统 都可以的 好 再见